大家好,这里是伟大的康康 今天我们来上一点难度 讲一讲摄影基础知识 讲一些摄影基础知识呢 对我来说是很有难度的啦 因为太简单了 知识太简单了 所以怎么讲好是一件有难度的事情 那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最简单的啊 就是曝光 首先我们说说曝光是什么意思啊 新华字典对曝光的定义 是感光值或者摄影胶片感光 那么说曝光呢 就离不开我们都说烂了三个东西啊 光圈快门ISO我们逐一说一下 光圈定义是F值等于镜头焦距 除以镜头有效口径 在应用上的具体表现呢 就是控制叶片的开合大小 它控制着近光量和乘下景深 那我们这一期主要讲的是曝光 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开合叶片控制的是有效口径 在公式中它是处于分母位置的 所以F数值的大小和实际光圈大小 是呈反比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光圈值越小 光圈越大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我妈在拉我去相亲的时候 跟小姑娘吃饭 小姑娘在我面前可能要优雅一点 可能就会小口小口的吃 那就是光圈小的情况 那有可能她在私底下和我一样 是大口大口吃饭的 这就是光圈大的情况 那如果吃的东西一样 吃的时间一样 哪个吃的多吗 大口比小口吃的多 大光圈比小光圈即光量大 这个很好理解 换门我们就讲到快点 它是有单位的S秒 意思就是补多这个时间内 所有进入CMOS的光 那这个也很好理解 就是我和小姑娘吃饭 那大家都大口大口 或者小口小口吃 那吃的越久 那就吃的越多嘛 对吧 曝光时间越长 曝光那就越多 那在图片摄影上 不一样的地方是曝光类 所有光都会收集在感光元件上 那这个情况呢 就是曝光时间越短 是物质越趋禁止 时间越长 就越趋模糊或者动态 ISO在美乐D的节目中 我们讲到过 它控制着光的敏感度 与成像的质量 那在胶片时代 控制ISO的方式 就是更换ISO值不一样的胶片 ISO值低的胶片呢 感光材料更加细腻 对曝光不是很敏感 要用相对更多的进光量 才能微薄 那ISO值高的胶片呢 感光材料相对更加粗糙 对光呢更加敏感 但是怎么样 会损失更多的细节 在数码时代 道理也是大差不差的 这个ISO值越高呢 画面就越亮 但是质量越差 反之亦然 那举个例子啊 就是你跟小姑娘出去吃饭 你和人约好出去 吃一顿好的 约会质量非常高 那要什么 要相对细嚼慢 或者吃久一点 反过来 你带小姑娘去吃个快餐 坑大地或者全家 你可以吃得很快 但是 自己品 光的情况 所以理想的曝光是怎么样的呢 和小姑娘 小口小狗的细嚼慢眼 吃西餐 18道餐 按时结束 就是正常的快门 F8F11走的光圈 最低的ISO 这种情况呢 多鉴于风光和蓬拍 和小姑娘挨咋咋地 随便吃个饭 做个行事 快快结束约会 中等光圈 较快快门 中等ISO 多鉴于活动 或者即时性的拍摄 那种什么世界末日 山呼海啸 你和小姑娘出去吃饭 大口大口吃压缩饼干 好嘞啊 高ISO 大光圈 低速快门 多鉴于环境恶劣 或者没啥光源的拍摄 其实这个时候 就推荐你扒开上衣 说一句问题不大 化身上帝 说句要有光 买个闪光能解决这种问题 那相机与拍摄设备 都有它的特性 那最能体现的呢 就是每台相机的ISO的极限值 是不一样的 买到相机后 用了一段时间 大概你就能找到那个预值了 像我D3的预值 大概是ISO1600 5D4的话 预值大概在640000 我的R5 目前在照片上 就是当大号5一次用的 所以我一般也是当做640000来用的 我的富士XT1呢 则是51200啊 它好像没那么多吧 我的富士XT1则是25600啊 因为我XT1扫接 很多时候就是在模仿 森山大道这种 非主流的曝光方式上 所以我可以用到25600 每个相机的极限值呢 其实是很主观的 包括每个摄影师 对同样的相机 它的极限值都是不一样 这取决于摄影师 对照片的要求 或者说他的认知 每个相机都有它的极限值 找到你相机的极限值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在很多情况下 在不理想的 即时摄影照片下 对焦工作不会非常理想 所以你需要缩量挽光圈 来扩大你的景深 或者说你跟我一样 是个怕金森的情况下 你需要125分之一 或者以上的安全快门 来保证你的画面 不会糊掉 你就需要 你的ISO做出牺牲 判断好你的ISO 是否可以做到这样的牺牲 那跑胶 画面抖动 甚至是手抖 会让你的照片无法使用 那高一些的ISO 这个ISO在你认知里的预指里 会让你得到你在底线之上的照片 这是我理解的拍到比拍好更重要 那最极端的情况我们就不说了 拉满你的光圈 放慢你的快门 ISO往上冲吧 这也确实是拍到比拍好更加重要 也是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艺术会的所有内容了 对于此类节目 其实我是一直心有余悸的 但是看了群里面很多人的问题 我觉得我可以尝试一下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期待这个系列 或者大家亲眼喷 好吧 这一次我也不挖坑了 那下一期应该会做和三要素衔接的 胶段光圈 或者曝光衔接的后期域处理 好吧 我也不想叫教程 叫做分享吧 那感谢收看本期艺术会 我们很快再见 下班 我们很快再见 下班